那喬恩你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 它的地理环境本来就比较小 我自己感受上 我觉得它的文化还有饮食 它的差异性其实没有很大 然后再有 再来就是有一点 就是他们说的 我觉得住宿费真的很高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住宿 它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只要干净我就觉得OK 但如果它要我一个晚上 花到有的时候 快要接近万元以上 我真的觉得会有点 心里有点舍不得 那请问我换个角度问题 那如果你去住青年旅馆 那个一晚上四百块五百块的 可是说真的 现在青年旅馆 有些也不是到很便宜 那如果你是说那种大通铺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个人 有一个比较隐私的空间 自己带蚊帐 那个不一样的感动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根本是来乱的对不对 对 就是 好啦还是国外 你出去就觉得国外好了 OK 换个角度 我问好了 觉得在国外玩比较有虚荣感的战获战 OK 现在了解了了解了了解了 那种你不是刚去跟白沙屯吗 对啊对啊 你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 一定要走一次 一辈子一定要走一次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 可以看得到台湾人情味的一个感觉 是 对啊 他们就是 你刚刚走九天八夜 之后这样沿路走 然后就是 他们会准备一些点心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吃的 然后就觉得 宿妹评审 然后就是 会给你这些东西 会觉得很棒 那种人情味 然后一直跟你说加油 对啊 明明就是吃了那么多 然后还要说加油 你没有跟他讲 我是走路啊 不用加油 对啊 对啊 但是就是一个人情味 那我这么说 像在你走这九天八夜 你觉得就是有没有 就如果说有人来台湾 你怎么跟他介绍 白沙屯妈祖这件事情 就跟他说就是 这是全台湾最大的 免费的buffet OK 对 一年一度的 你这样把大甲妈放在哪里 我说 你一句话就得罪了一半的人 这是文化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人情味 然后你也可以当做运动 一直这样走 然后为什么会有 超过二三十万人 每年就是在这段时间 然后为了妈祖 然后这样子奔波 所以就是会 他们一定会 应该是外国人一定 不会有这种体验 对 但是你打拔带来参加 不管是大甲妈 或是白沙屯 他们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一个文化活动 全世界没有地方 可以找得到的 OK 你知道其实大甲妈也好 白沙屯也好 它就台湾的宗教嘉宁华 就像你在看所谓的 巴西的嘉宁华一样 银路都会有 不同表演的阵头 然后满街 都有东西给你吃 其实如果你对住宿 不是很要求 你就带一个睡袋 然后睡在别人的 所谓的棋楼底下 你银路八天九夜 九天八夜 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那你说老师 你有没有试过吗 没有 OK 我还是喜欢 我们可以住舒服一点 然后可以好好洗个澡 但是我有跟过一段 你会发现台湾浓浓的人情味 平常大家可能 既民没在打热 可是在那边 你会突然发现 每一个人突然变得善良 然后会给你秀秀 会给你鼓励 会给你加油 但是如果说 讲到出国出去玩 难道出国出去玩 到底要追求的是深度 还是广度 我听过一个长辈 去欧洲九天 玩十七个国家 欧洲九天 怎么玩十七个国家 这样子玩 真的好玩吗 所以出国最重要是广度 我走越多的国家越好 打越多卡越好 深度不重要 战或战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赞成派的乔恩 你觉得我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打很多卡 出来 回来跟人家讲 你看我去了十九个国家 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区性 它都有属于自己的风俗文化 又要回到这一题了 每一个上阵都有它的风俗文化 对 我就觉得 因为如果你要说出去玩的话 我就觉得 你有去过 你就会觉得 你可能比较偏好哪样的地区 如果你真的之后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二次造访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OK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 我第一次先review过一次 哪一边适合我再来一次 对对对 十三呢 我也是 就是可能长大之后 你会觉得有时候去放慢自己的脚步 然后体验当场的那一些感受 然后那个文化 或是去当地走他们的街坊 你还会真的去深入其中 虽然有时候只踩点 其实你就只看到一个景致 你根本没有办法感受 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能够的话 就是能够深度旅游是最好的 好 那你有没有做过怎么样深度旅游 我自己的话 因为像我那时候 我如果也是去到了14天 然后或者是我只要出国到 可能很近 像宿屋那种 我也还是会去个八九天 然后让自己在那边就是每一个 宿屋大概八九天 对 你有没有试过在墾丁住13天的感觉 可能因为它有很多可以去的 就什么像Mobile或是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去那边感受 然后或是住在那边住个两天 去感受一下那个情节 就情境啊 我觉得很舒服 我一下飞机你知道 我在那个下午在伦敦的街上 我就被抢了 然后就是说我的小费 我自己带的钱 大约是新台币20万吧 全都没了